各位同学好,我是黄老师 那在这一期呢,我们的华文课 共同的学习目标就是 学习解读继续文的写作方式 以便改进我们的 写作 写作方面的表达方式 OK,相信同学们都知道 继续文无非就是 写故事而已嘛,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样才可以 把故事写得比较精彩 比较吸引人呢 好,一般上我们所学到的 继续文写作方式无非是 有一天呢,爸爸 驾着老爷车 带我们一家大小到海边游玩 然后呢,到了海边 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妹妹姐姐 我,然后做什么什么活动 玩到江江开心 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就 带着一不准的心情回家去了 OK,如果每一篇文章 我们都这样写的话 那不就很闷 很没有吸引力 OK,不够精彩了嘛 所以呢,在此呢 我们要一起重温 继续文的写作要点 还有写作的一些方法 让我们能够逐步改善 我们的故事的表达方式 OK,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继续文是什么 OK,那继续文呢 通常就是写人啊 写事情为主的 那有时候呢 我们也会用一些 抒情的手法 表达心情的那种写作手法啦 OK,下来 还有一些描写的手法 描写那种人的神情啊 动作啊 或者描写景象啊 描写一些地方啊 等等 这样的表达手法 让读者读了之后 有所感触 OK,好像 我有所感触的意思就是 好像 我好像曾经遇过这样的 这样的现象啊 OK,好像 曾经 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啊 等等 OK,下来 就读得会比较有亲切感啊 OK,下来 我们在写人的时候呢 要注意 那个 故事里面的人物的情感变化 OK,人物的情感变化 OK,下来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凸写人物的个性啊 OK,例如 这个人 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 他是怎样的人 OK,下来 写事情的文章呢 我们就要 要求 情感真实 OK 这样才可以 符合逻辑 好 比如 写什么事情啊 写 那个 陶客啊 写 火灾啊 这样我们才 我们要用一些比较真实的画面 真实的画面呢 写出那种 真实的临场 临场的感觉 OK 而且 而且我们写的时候要符合逻辑 就是符合 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啊 OK 不会写得好像怪里怪气的 OK 在内容方面呢 我们要 根据重点 OK 重心的线索 来贯穿 整个文章 OK 如果我们没有跟着重点 来写的话 这样我们的文章呢 就会写得 松散 然后呢 没有围绕着重心点写的话 就好像 那些 啊 就好像我们写得 怪里怪气的 不知道在写什么 OK 读者读了也不明白 我们到底要 表达什么 OK 例如 啊 OK 我们先接下去看啊 那么呢 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也要安排一些引人路上的情节 OK 吸引人 吸引读者眼球的那些情节 还有一些悬念 悬念就是指啊 读者读了之后 就是 一 就是很想再读下去的 OK 就像吊着读者的胃口那样 OK 下来 六要素 OK 我们一般上我们学到的六要素就是英文里面那些关键词啊 如 啊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还有 什么嘛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还有how 就是 谁 什么事情 呃 呃 呃 在什么时候 在哪里 然后呢 在 呃 怎么样啊 呃 还有 为什么啊 等等 OK 下来 在 这里呢 我们 有另外一种六要素 OK 这里的六要素呢 就是 人物 时间 地点 血因 就是 呃 why OK 那么呢 呃 经过就是 可以说是什么事情啦 呃 事情的那些发展啦 OK 诶 这里经过 OK 事情的发展 下来结果呢 就是how OK 那整件事情 呃 发展到怎样 OK 好 我们 看一看 呃 人物方面 给人物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也就是 我 你 还有他 OK 那 写继续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善用这三个人称哦 那 在时间方面呢 就 要根据 题目的要求 我们才可以判断 要写一天 很多天 还是 还是 呃 写过去 又或者写未来呀 或者是写现在呀 等等 OK 要围绕着题目的 时间范围 那下来 在起因方面呢 我们要写 呃 那个 交代清楚 每件事情 发生的 每个情节 之前发生什么事啊 OK 呃 在经过的时候 经过方面呢 我们要 安排一些 起层转合的方式来 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呀 这样才可以使文章的结构 更加 严密 OK 什么是起层转合啊 就 起层转合呢 就好像 一架 那背肌啊 它在起飞的时候呢 OK 就有一些 基本的程序 OK 基本的开头方式 那下来 层呢 就是 背肌慢慢的 升空的时候 那些过程 OK 我们的情节 慢慢的 发展下去的时候 那些 过程 转呢 就是 背肌 飞得很顺利的时候呢 突然间 遇到一些事情 遇到一些障碍啊 或者是 一些 惊喜啊 等等 就是一些 意想不到的 倾斜变化 那下来 和 就是 飞机 降落的时候呢 OK 就有一些 总结 例如 从 背行的过程中 得到一些 经验啊 得到一些 背行的心得啊 OK 啊 得到一些那种飞行的教训啊等等 OK 这样我们就能让整个飞行的就我们让整个飞行的过程就比较完善 OK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帮助改善以后的飞行的技巧 OK 就像我们写文章这样 OK 下来 我们在写结果的时候呢 要和我们的文章的开头 手 尾 有三种 有三种主要的方式 第一 就是顺序 就是 根治时间的 先后次序来 写故事 OK 就 从最开始 一直顺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的 写到结尾啊 OK 下来 到序呢 就是把结尾 把一些结尾呢 搬到前面 来写 写了之后 又顺序 写完整个故事 下来 再 插序呢 就是 像平常这样 写 跟着顺序来写 写到中间的时候呢 插入一些 相关的情节 相关的那些片段 来 补充 事情 补充情节的一些 重点 可以下来 写完了一些 插序的片段之后 就像平常那样 写完整个故事 OK 那下来 补充呢 是 比较少用的 方式 补充呢 就是 写完事情之后 因为有一些话 要 交代 所以就 在文章后面 补充 OK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 故事 看连续剧的时候啊 一些结尾 后面有一些 制作的花絮啊 来 补充他们 故事啊 在 演 在演技的时候的 一些笑场啊 等等 OK 那下来我们再看 继续文的 开头方法 继续文的 开头方法 无非是 我们可以用 这四种 这四种的 写作方式啊 OK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 交代事情 发生的时间 地点 OK 例如 去年的学校假期 我拿着行李 往外公的家 走去 所以 时间就是 学校 假期 当然 去年 也可以是时间啊 OK 去年的 学校假期 有两个时间咯 下来 在地点方面呢 就是 外公的家 那开门见三 就是 直接了当的 写重点 写一些关键 写那些关键的 词语 例如 父亲的那一双手 我已经多时 没有真正覆摸过了 OK 下来 在环境描写方面 渲染气氛方面 我们可以这样写 例如 昭阳直射小窗 一打开它 一阵阵 花香 铺皮而来 唤醒了我多年的 记忆 所以 在环境方面呢 小窗 有了那个 昭阳的 昭阳的 直射 进来了 就嗅到一些 铺皮的 花香 所以呢 在那么舒适的 环境 那么清爽的 环境呢 就唤醒了 我多年的 一些记忆 OK 让我想起 过去 过去的事情 那在 设问法呢 就是 我们可以用 提问题的方式来 写开头 OK 例如 在这个世界上 谁是你心中的 真 真英雄呢 OK 那在 提出 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 当然 就是 自问自答咯 OK 因为我们 写文章的是我们嘛 不是读者嘛 所以 我们写了 我们 回答 让读者 读出我们的 真英雄 知道我们 真英雄是谁 OK 例如 我的 心目中的真英雄啊 可能是爸爸啊 或者是 警察叔叔啊 消防 消防 员叔叔啊 等等 OK 下来 在 继续文常用的 结尾方法呢 我们 可以用 这三种方式 比如 我们看第一个 自然法 自然法就是 比较 顺序的方式 OK 比较简单 比较朴素 例如 当 心电图仪 发出 B一声之后呢 母亲就这样 离开了我们 没有留下 任何的 痛楚 在 书情法呢 我们可以用 比较表达 比较能表达 心中感受的方式来 写 例如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 生 从何处来 是 向何处去 在 第三个 首尾呼吟法呢 我们可以用 头和尾 相配合的方式 来写出 转篇 文章的 结尾 OK 例如 写妈妈的 伟大的 那些文章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我始终觉得 母亲的 贡献极大 无论今后 我的日子过得如何 我依然会 让她过上 最好的日子 好啦 那么我们的 继续文的 复习 继续文的 温故知心的 环节到此为止 下来呢 老师将 逐步为您 介绍一些 相关的 文章 OK 谢谢 同学们的 用心聆听啊 谢谢 谢谢 市场